男子騎著摩托車對著椰汁水的攤販大聲咆哮 還砸安全帽 兩人疑似因為滿煙爆發口角 翹著腳的椰汁水攤販下一秒不爽 竟然拿著囚棒往車裡猛砸 砸車男子因為剛和朋友吵架 走到攤位旁又覺得車主把車停在路口太多天 影響他做生意 兩杯黃湯下肚才會憤而砸車 同樣引來遠景關切的還有屏東新原鄉的這個地方 上前開門的就是這名中姓男子 警方在屋內搜查果然找到四把手槍 男子自稱自己是軍事迷改造槍之士興趣 警方會尋現找到他是因為男子和兩名友人 大半夜騎著摩托車在產業道路旁繞來繞去 原來當時他趁著凌晨路上沒有什麼人 到產業道路旁試槍 有居民撿到彈殼趕緊報案 遠景研監視器鎖定嫌犯 在中姓處查果四把 已改造完成槍械及一把搬成平 警方上門時男子父母也很驚訝 不敢相信平常在工廠上班的兒子 竟然成了改造槍支的嫌犯 男子工程改槍只是興趣 但他的行為明顯已經違法 記者張春環瑪佳於屏東報導